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件事情在美国以至于整个北美出现轰动 在新闻报道出之后 结果在社交媒体上骤软就爆发了 然后来自于北美地区 就是来自美国各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人 那他主要是天主教徒 都蜂拥而至来到这个小汤 这个小汤叫是堪萨斯城 它就叫堪萨斯汤 离他还有四十公里 所以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那这个教堂 这就是他死去这个修女 这是他主持的教堂 应该是在他主持的范围之内 看起来蛮新的 建起来新的教堂 是天主教他自己自创的一个分支 那人们蜂拥而至是因为他的神迹 其实在天主教里面 就是很讲究这些了 好像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电影正在演 叫什么除魔人呢 是什么 我没有看过 我无意中刚才看到 一个排行榜 电影排行榜 看到有这么个故事 所以天主教是信这些的 所以既信除魔 有魔有妖有怪 那就反过来 就是人的一个永生 身体不腐了 所以这是在人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 骤然出现了巨大的影响 应该是在这个 原因是这个 就是这个长周末 昨天美国是长周末 在长周末的时候 每天进他的小趟 一万五千人 甚至更多 趟太小了 所以他就承受不住了 他自己的 因为人本身那趟 可能都没有一万人 趟太小 承受不住 结果就发出了一些呼吁了 就是说我们整个基础 你已经影响到 我们小趟的基础设施了 我们公路啊 什么这些都是比较很 很那个的 你来这么多人就把 不那个了 然后开辟了大 就大面积的停车场 然后那我们现在看到人们在排队 进入教堂 呃 是蛮蛮特别 蛮有趣蛮特别的 你这么 我们就这么走眼看下去 你可以看到 白人的成分比较多 也就是说 美国社会真正它的传统还是白人的社会 百分之七十几 黑人只占百分之十四 那那亚裔人就更少了 所以人们传统的观念再次被唤醒 我这么看待 呃 我们用的是纽约邮报 那英国的每日电讯等几乎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它试镜的本身就是神奇 引起了人们的轰动 那人们在进一乡去带着孩子去看这些神迹 里面有一些照片 我用 大家可以看 就你在网上一找就有 网上有一些照片都是拉家带口来的 呃 这里面没有显现太厉害 看到有些照片里面都是抱着小孩 抱着小孩来的 因为他们把这个兄女当成一个圣女 就是现代的圣女 那只有圣女才会实体不服啊 人人尸不辣 包括他的衣服都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这个腐烂 而他的灵旧官旧呢 是非常简单的那种小木板 那作为修行传这种传统修行人都是这样的概念 个人的物质生活很贫瘠 就是他没有 他只要活着就行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教堂 这个教堂盖的就蛮漂亮 在在北美社会教堂应该是盖 盖的都是非常讲究非常漂亮 有他固定的特定的一些模式形式方式 当有固定的特意的模式形式方式的时候呢 其实你把它看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 这种模式方式 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文化 我自己以为是完全的一种文化 它不同于其他的 真的不同于其他 你现在所谓现代化建筑跟那个故事就完全不同 跟故事完全不同的 我不认为现在那东西叫正常人的文化 就我们现在很多人买的房子 包括个人盖的房子 那种独立house 都是一个模型 都是一个模具 那是越是模型越是模具 它越省钱了 所以当盖房子就跟吃麦当劳的那个 那个汉堡包一样 完全都是模具出来的 那个东西就不叫文化 所以它真正摧毁了个人的东西 就摧毁了人本身的东西 文化被摧毁了 这就是在我眼睛 这是看到的真实的故事 那但它反映出呢 在今天美国社会 左派充实的一切 所谓唤醒主义充实的一切的背景之下 我愿意把它解读成 是美国在重新回归 它是民间的一种回归 从中共大疫情之后 就是黑人命贵之后 美国遭到了真正的 就是反传统的这种冲击 那这些民间的反应 就是民间自然的反应 那可能没有之前的 反传统的那种烘托呢 它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 一种新闻背叙 我自己认为就 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新闻背叙 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场面 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那从中表现出来的故事呢 是值得每一个人反思 就是人的秉性 就是咱们曾经讲过 信仰其实从来没有被冥灭过 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方式存在 它可以处于很低的东西 很低潮 它不一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但它从来都无法消灭它 人类自己无法消灭自己的信仰 它无论转变成宗教的形式 转变成任何形式 甚至以这种现在 撒旦魔鬼在统治着 人类社会的故事是一样的 但它依然就 依然取代不了人的神性的一面 就是神性的一面是不可能被扼杀的 所以这个这张照片就是 这是一个小孩了 这是妈妈带着孩子来 都所以他没有任何惧怕感 他认为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真正的 是一件很巨大的好事 文章就主要是介绍这部分内容了 每天 周末有每天上万人 一万五千人来到这里 人们去接触 人们去抚摸他身体 身体涂了一种保护蜡蜡 然后呢 要放在这个店的神殿里面 这是排队的故事 人们很多人讲 就是一些采访 说看到太神奇 神奇就是他表现出 那么平静平和 让人非常崇敬他 这是人们讲述的故事 认为这是一种奇迹 我一进修道院 就感觉上帝在那里 这是真正的奇迹 这是我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密苏里州的人说的 上帝以他自己奇特的方式 在告诉人们奇特的故事 那这里面就跟 自然就跟科学就出现了冲突 所以科学是无从解释的 那有些科学家呢 自然在 有些专家自然就在这时候 就表达他的看法 科学家表达的看法 在报道中是嘲讽的 完全是嘲讽 他把它定位成是一种愚昧 这是在纽约邮报当中登出来的 所以朋友们自己可以看了 那科学 人们崇拜科学 去否定自我的生命的资念 就是这个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小松公众 小松公众 大事 小松公众 小松民 小松公众